新娘 我回来了 你轻点 弄捅我了 你越叫 老子越爽 新娘 你个混蛋 救命 救命 叶锦萱 你救救我 干鸡毛的 没看老子忙着的吗 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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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饭了 开饭了 新来的 到了我的地盘 你就得守我的规矩 先把地下的饭菜捡起来吃了 再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学三生斗教 饿了吗 我伺候着你 这是监狱 不是你们的黑社会 哈哈哈哈 我不是 敢给我们伙伙叫吧 你知不知道我们伙谁叫的啊 没去的鬼爷 你听说个没有啊 我不管他是鬼爷还是什么猫眼 在我这打死我也不服 哼 还挺有骨气 看老子今天不揍到你哭 哈哈哈哈 你没有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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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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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快走 你知不知道 正在被这边的欲罢老虎教育 岂有此理 我马上过去 务必保证我们鬼家最后的命脉 是 停 臭小子 让你从我胯下钻过去 我就饶你一条狗命 既然你不服我 我就让你消失 嗯 住手 鬼爷 您怎么来了 放肆 我这教育新人哪 今后谁敢动他 就是跟我鬼家作对 为啥呀 他是谁 他算个什么东西呢 你 还不配知道他是谁 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鬼爷 鬼爷让你 我不敢了 我饶我一次吧 饶饶 饶我一次 你 跟我走 多谢前辈出手相交 因为什么 进来的 因为故意伤人 从今天开始 你就跟着我 学医术 前辈 您都不问我 为什么故意伤人 呵呵 来这里的 哪个人手里 没沾过血呀 但是 但是 如果 愿意跟我的话 就把这枚戒指 戴在手上 与其浑浑饿饿过完这三年 还不如学点本事 不愿意这次先败 哈哈哈哈 无愧是我鬼家的血脉 崇溢不及 终于回来了 先去给爸妈抱个喜 然后再去找新宁 也不知道 这三年她过得好不好 你个混蛋 救命 救命 叶锦萱 你救救我 信宁 等着我 想死想活呀 想活 这才怪嘛 住手 你个畜生 你放开我妈 你放开我妈 你个畜生 你放开我妈 你滚蛋 你回来了呀 老子当年被你打破脑袋 这到爸现在还留着 这在你得背呀 兄弟们 揍他 别打我 我求求你 别打我儿子 滚一点 妈 妈 你不是真以为当年 信宁是被老子欺负的吧 你什么意思 你可真够蠢的呀 啊 看起这么可怜 老子今天放过你了 赶紧带你妈去医院吧 可别死了 老子还没玩够呢 哈哈哈哈 啊 啊 坚持一下 我带你去医院 啊 医院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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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吵 啊 怎么了 我妈她需要急救 陆大小姐 现在心急复发 大家都去救陆大小姐了 哪有时间管你 那 那我妈 啊 等着 忙着呢 我 下半疼我 小萱 妈 你等我一下 我去跟你叫医生 小萱 妈 我在呢 小萱 别去找徐昕宁 你把三年前 去找徐昕宁退财力金 被人打了 就没熬过 不可能啊 徐昕宁他马上要加入豪门 啊 你等着不起 小萱 妈 保护好自己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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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什么 哪个是陆家小姐啊 滚开 我们家小姐在里面治疗 你们妇人的命是命 我们普通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是谁 带着病房外头喧哗 原来是你啊 是你 就是因为你让那些夫人滥用医疗资源 哼 臭小子 我告诉你 你们全家人的性命 都不上我们陆小姐的一个手指头 八蛋 我 这是少主 你认识他 这 那 你就是院长啊 现在你们院出了这样的事 你怎么说 这就还有这的事啊 不要急 我马上开除他 哎哎月长我这立马滚 滚 开除 我妈已经死了 你现在开除还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少主息怒 我立马开除追杀力 让他一命敌一命 我不懂你说什么 院长 不好了 陆小姐的心跳又停止了 好 别别着急 陆小姐的病情很危险 赶快接上 急救去 好 少主息怒 陆小姐的病 非常严重 性命 性命 危在旦夕 她在里面 陆小姐 陆小姐已经没事了 把这个药给她吃了 她死不了 谢谢少主 来拿着 小姐可又救了 她也是医生 少主的药 可以让小姐痊愈 嗯 爸 妈 你满膝吧 你们的仇 儿子一定回报 没有五十万彩礼 和我爸妈不同意 我们俩结婚 喜 喜宁你先 别着急 这五十万我来想办法 你先把你的车给换了吧 喜宁 我凑够彩礼钱了 喜宁 我们结婚吧 可是我爸妈说 还要一套市中心的房子 最后两百瓶 许心娘 你从一开始 就没想过跟我结婚吗 我 我 你好 我是陆楚涵 终于找到你了 那天你在医院救了我 然后呢 对于你母亲的事 我深感抱歉 这不是在日本 在华夏 人人都是平等的 那为医生是该死 我再次代表我自己 向您诚挚的道歉 我再次代表我自己 向您诚挚的道歉 不过我说不到 不 你不会 在那种情况下 你还是救了我 说明你是个好人 哈哈哈哈 好人 所以好人就应该被爱人背叛 好人就应该进监狱 好人就应该被人凌辱 如果这就是好人 那我宁愿当个坏人 我查了你的经历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陪你一起报仇 好 成交 我家到了 进来吧 这 给你做私人医生 还要住家里啊 像我这种随时可能 发病猝死的人 当然恨不得把医生 二十四小时拴在身边了 但是这 可是 你慌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你 哦 你先一个人在沙发上 玩会儿手机 我上去洗个澡 哦 本市首富之子万潇凡 将于明日 在月星大酒店 与徐新宁小姐结婚 你是不是还以为我们在吃牢饭 这么迫不及待把自己送到有钱人床上 是 是他 可这是谁送来的呢 是你 你 我错了 我不敢去欺负你吗 我会去自首的 谁干的 你说 我饶你不死 青龙帮帮主 张华龙 我饶了我吗龙哥 你应该求他 而不是我 哥 大哥你饶了我吧 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我该死 之前在监狱的时候 您是爷爷的助手 我一直以为你们的势力只存在于监狱里 少主 您未免小看鬼爷了 为什么您也叫我少主啊 既然鬼爷任你做继承人 那从今日起 你就是我们的少主 这 这是你做的 这是属下 替你收拾了个小柔乱 你回事 从今往后 如若你再遇到这样的残局 就得好意 精龙帮文主 张华龙 这几年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经常去欺负我妈 不是的 不是的 大哥 是许小姐马上要结婚了 他们怕叶伯母会去婚礼上闹 才让我去收拾叶伯母的 大哥我真错了 许许宁你好歹多 我 你已经断了一条胳膊了 我让你不死 你去自首吧 谢大哥 叶锦萱 他明天 他明天该不会是要去闹婚礼吧 他一个人去肯定会出事的 喂 爸爸 明天万家在月星酒店的婚礼 你给我一张邀请函 谢几轩 你怎么没死 你以为我死了 那些在监狱里暗杀我的人 都是你找的 徐欣宁 你好歹毒的心 谢几轩 我警告你 别在我护你上了 否则 大家都别想好过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你害死我了 我今天来就是找你算账的 谢几轩 你别把什么账都算到我头上 当初明明是你先骗我 你们家穷的连房子都是租的 亏你在外面穿的人魔狗径 没想到是个穷鬼 原来 你就是嫌我穷 对 我就是嫌你穷 你个穷鬼给我滚 老婆 大喜的日子发什么火 他不是那个对你死缠烂打的穷小子吗 这么快就出来了 星明为了摆脱你 不惜故人演了一出被抢暴的戏码 成功把你送进了监狱 在里面的日子不好过吧 原来如此 你们毁了我 毁了我的家 我跟你们拼了 逞什么呢 你也配在本少爷面前撒野 出了什么问题自己找原因 出手 路总 你来的正好 你们这家酒店的保安措施也不行 什么猫啊 爬的都可以进去 小万总 今天大喜的日子 你也闹得不快了 来 有水 由我鹿角来买单 由我鹿角来买单 省得大家 闹得那么难看吗 鹿总 我建议你 把他打一顿丢出去 省得他又爬过来 好 你 可以捆了 爸 等等 小万总 对不起了 你们的婚礼 我们酒店不接了 鹿总 你什么意思 你没听错 你们的婚宴 我们酒店不接了 客气的话 请你们离开 不客气的话 就传轰你们了 你居然为一个穷小子 敢得罪我们万家 以后你们鹿角 不要再聊成困了 走 赶紧快吧 小凡 他们大酒店是不是不想开了 我们包场付了钱 他们凭什么赶我们走 放心吧 你们婚礼的钱 我们酒店会双倍补偿 但是你们的婚礼 我们酒店不绝了 你们可以 住住 从今天开始 万家和你们路边 势不了力 小凡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而且今天还是我们的婚礼 今天还来了婚少几成 我可不想变成了解室的一个笑话 你问我我问谁啊 小凡 小凡 别丢下我 哎 就算 我能治好小姐的心急 也不知因此得罪 得罪案家吧 确实与小凡无关 但是单凭这枚戒指 我路某 公公主 这也没戒指 难道我在狱中 不会有别的 你居然不知道 这是鬼门宗的传承信物 见到这个戒指 就如同见到主人 我 就是鬼门宗的朱雀宝 啊 戒指 主人既然把戒指交给了你 可见 你就是我们鬼门宗 要辅佐的少主了 辅 辅 辅 反而 从今天开始 把你手里的地产公司 交给少主 从今天开始 你要跟我一样 全心全意 辅佐 少主 啊 爸 你别逗我了 喊喊 爸爸是认真的 陆总 陆小姐的心急 我一定会努力治好的 至于这个房地产公司 我现在也无心掌管 然后监狱里的事情 还有很多事情 要去调查一下 你看 能不能给我几个人 鬼门宗的暗卫最擅长调查 这样 我派几个精明能干的 交给少主 供你差钱 多谢 哦 不知道少主 现在住在哪里啊 爸爸 他现在住在我的公寓 你的公寓太小了 这样 搬去半山别墅 那里够大 够长两 啊 有本事你别跑 我马上下来收拾你 既然来了 就没打算跑 婚礼这次被他搞砸了 本少爷憋了一肚子气 这次绝对不能放过他 放开我 小子 你得罪我了 以后休想再聊成混 小凡 你打他呀 我的手 少年们过来帮忙 你松手 你松手 锦轩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怎么会遇上他们 哦 他们家就在这儿住 这一片别墅区都是我们家的 我爸爸既然让你打理地产 那么现在这儿就归你管 那我 想让他们滚出去 你 我这儿就通知物业保安 这栋别墅我已经付了首付 这是我们的新房 那又怎样 收款原路退回 抓紧给我滚蛋 谢锦轩你别欠太甚 之前我们的婚礼被你搞砸了 现在连我们婚房你都不放过吗 放过 那你有放过我爸妈吗 啊 我 小凡你帮帮我哦 我的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注意 赶快跟我去医院 好好 我们去医院 去医院之前 别忘了把屋子打扫干净 这儿已经不是你们的家了 你给我等着 到底要不要上去找叶吉萱 他这次出狱 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不行 我一定要去打探出来 站住 门口的保安干什么吃的 什么人都放进了 陆传你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好歹也是辽城市首付万家的少奶奶 你们陆家的财力都排不进辽城市前三把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站讲话 你们不是还没结婚吗 这万家少奶奶之称 你当得起 我今天是来找叶吉萱的 别跟我在这儿废话 给我拦住他 是 杜小姐 站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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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早晚能成为万家少奶奶 但叶祖 再也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人 我真是搞不明白 他叶吉萱算个什么东西 你们陆家这么维护他 就出你这句话 我能立刻让保安把你丢出去 你敢 走 快点走 陆雪岸你个贱人 记住这个女人的脸 以后谁再敢放她进来 就滚 是 叶吉萱 我就不信我今天蹲不到你 叶吉萱 你终于出来了 我刚才想进去找你 居然被陆雪岸那个贱人 也赶了出来 你可我手都磕破了 有事抓紧说 叶吉萱 我就想你出去之后 关心一下你 好不好吗 拜你所赐 我现在无家可归 你满意了 怎么会啊 陆家不是给你安排了大别墅吗 叶吉萱 我想知道 为什么那个女人 会对你这么好啊 你在打探我 怎么会 我就是想关心一下你 你忘了以前我们两个多好了吗 看来 那个万大少爷 对你不好啊 他那么凶 哪有你温柔啊 叶吉萱 其实 我每天都在想你 徐星宁 你跑 没她温柔 她比我好 і 许新宁的人爱你 怎么能把手势这么长 叶景萱我跟你说话呢 许新宁啊许新宁 是不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已经跟万小凡勾得上了 你不要再来 起来 走 瞧见美 这是陆家 马上要封顶了新楼盘 老子打听过了 里边有一批建材 不能碰水 不能碰水 万家少爷 给了咱们两倍的薪酬 今天晚上 你们几个辛苦一下 给这批建材 好好洗个澡 母爷放心 我们绝对会让他那批建材 变成废料 搞定了 您放心 我保证 我保证 我保证那姓陆的小撒 等一会儿会哭着跑出来 陆总 这个 今天这个活啊 干的非常心事 哎呀 下次也会继续合作 好 谢谢领导夸奖 领导慢走 他们不是要哭着出来吗 去去去 他奶奶的 我去问问 他奶奶的 我去问问 嘿 那么万活的人自己跑出来了 哼 武老弟 我们也合作过几次 说吧 你是替哪个金主办事的 既然合作过 你知道我老武的脾气 我是不会出卖我的金主的 吴老弟 你看这是什么 城北馆市玄武 给少主请安 他这 少主 你当得起他这个大陆 要不是少主 你把这个材料换成了防水 这次我们就栽在他手里 我该死 差点毁坏了少主的大事 好了 起来吧 我老弟 你给谁办事 少主 我玄武者的货 我自己解决 你干吗 等等等等等 你他妈疯了 我教训孙子 打也好骂也好 你他妈告诉我那到底是谁 他我不能告诉你 我能告诉你的事 怕你惹不起 我劝你好自为之 你的未婚妻 是不是人家的前女友 我劝你离他远一点 那个女人得罪了她 没有好下场 这鬼门宗少主的身份真是好意 有哪里不对 是那没戒指 这戒指这么管我 这下我给你抢过来 但你还拿什么胡家伙 等一会人来了 就给我按住他 听到了吗 少爷 你都好几天没理我了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别叫这么亲密 我跟你之间 只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你这个鬼门宗少主 和我这个下属之间的关系 仅此而已 不是 那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我们 别怕 我在 没事了 这是你请的保镖 有权利 当然得用啊 你受伤了 没事吧 把这些人都送去警局 回家 去 走 走 走 列警局 厉害 知道保护自己 找戒指 你以为 我就拿你去办法了 天哪 伤得这么重 用不用去医院啊 没事 不用不用 没事 那 你把这个药膏给我涂上就好了 你怎么跟个古人似的 这是什么药啊 真的不用去医院消消毒 我们国家的中医呢 博大精深 这点小伤啊 这点小伤啊 用不着那么大董干戈 所以 你给我吃的治疗心急的药 也都是你自己做的 是啊 你现在发病的次数 是不是不那么频繁 叶锦萱 看来你还是有点本事的嘛 那不然呢 那在你眼里 原来的我就是那么一无是处啊 我以为 你的身份就是这个 我爸让我辅佐你 我还挺不乐意的 那现在呢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你已经好多天都没有跟我说这么多话了 你是不是因为不服气啊 那倒没有 我只是 那天看见你好像很心疼徐心宁的样子 我心 我心疼他 他害我坐牢杀害我父母 我怎么可能心疼他 我恨他杀他我还来不及 哎呀我知道了 你别这么激动 我怕你误会 就是让我误会又怎么样 我只不过 是你鬼少爷的下属 不 在我眼里 你不止如此 哎呀行了 快把衣服穿上 呃 我受伤了 谁给我脱的衣服 谁就得给我穿上 叶景轩 你真是讨厌 我自己来 你别生气嘛 要你几个扣子能那么费劲 要你干点什么 我知道你能做什么了 嗯 叶景轩 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 有什么事 抓紧说 叶景轩啊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 是想跟你解释 你爸爸找我推财力那件事的 如果不是为了这件事情 我也不会来 说 叶景轩 我不同意推财力 是因为不想和你分开 我想等你出狱 再和你结婚的 你到现在你还想哄我 如果你只是为了 不肯退财力 你为什么长人 把我爸腿打断 啊 不是的叶景轩 我只是想给叶伯父 一个教训 可是那帮人 下手不知清楚 把叶伯父弄死了 是万小凡 他们那帮人 毫狠惯了的 是他们害死了叶伯父 果然是万小凡 你们两个连起手 来害我家人 景轩 你听我解释啊 谢谢你啊 我们是仇人 下次见面 就不是今天这么简单了 叶景轩 就这条破戒指 能让叶景轩 要钱有钱 要谁有人 没错 上一次我想直接抢回来 没想到 他直接雇了保镖 可那又怎样 我找人做一个 一模一样 我就成了 小凡 那你说 我这次 算不算立大功呀 宝贝 真厉害 人家还想要吗 嗯 那我们就来点刺激的 好呀 小凡 来呢 你 哇 才一个晚上 这个赝品就被你做出来了 你小心点 别给本杀业整坏了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照片 发到网上去啊 你是不是蠢 他们看到这枚戒指 无不扶手从尘 嗯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这枚戒指 可以号召不少人 我当然是要看看 这枚戒指背后的事情 看看能不能为我所欲 小凡 小凡 你也太厉害了吧 小凡 你们天下 花面山茶 没想到还是真有人约我 学上高 那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要享受享受 被人膜拜的感觉 好 我带你一起 马在这都几点了 那个人怎么还没到 等会他过来 等我好好收拾他 谁要揍我呀 揍谁呀 你他妈几点了 到现在才来 路上点主 主你不会早点来啊 啊 童童童童 你放开他 你看到戒指还不下跪 谁给谁下跪呀 我跟你下跪 我跟你下跪 敢冒充鬼门中少主 下次不是下跪这么简单了 肖凡 肖凡你没事吧 神经病 或许我可以帮你们 就你那点出息 抠你那什么样 什么对付 你谁啊 叫我马爷就行了 刚才那个姓张的 我们同是鬼门宗的分支 那个姓张的到底是谁 你连鬼门宗的人都不认识 谁给你的胆量拿个破戒指 在往上炫耀 我他妈的还真不明白 不就是一枚戒指 为什么谁戴上谁就是老大 凭什么 哎呀凭什么 你说凭什么 我们腾蛇帮 早就看不惯鬼门宗了 这些年跟着鬼门宗 安前马后到最后得到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得到啊 马爷 那您能帮我们干掉叶济萱吗 从今天开始起 只要你们听我的 等我拿下了鬼门宗 聊成这块大蛋糕 将来以后咱们分成二 小凡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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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发生什么事了 一个小时前 有人在网上爆出我们陆氏地产的黑料 多家合作方紧急撤资 目前公关部门正在处理 你这样 你去查一下爆黑料的IP 你怀疑有人搞我们 我怀疑就是冲着我来的 我们陆家既然决定辅佐你 跟你对着干 就是跟我们对着干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共进退 上来吧 马爷随时欢迎你 妈的 没想到他们来得如此之快 我先出去避一避 他们两个 我拜托你 还有这份合同 也得麻烦你 哎呀 你们的公关干涉了这么长时间 没有任何简单 只有我这个爆料人出来成心啊 你要怎样才肯成心 按你们手里边的几个大项目 那是我们陆氏和政府谈下来的项目 一半路简直 想的太美了 就我所知 但是你们的股票一跌在地 可项目在你们手里早晚会 得知 趁现在他还有所价值 你一家转让给我 在影响 他一进门就看到我的戒指 却无动于衷 难道和关键无关 叶锦萱 没想到吧 会是我 确实没想到啊 都录下来了吧 都录下来了 你们在偷拍 录就录呗 怕什么 反正合同已经签了 还怕他们抵赖不成 他 他怎么签到我的名字 哇操 你们敢耍我 叶锦萱 妈的从一开始就知道是我 因为我一进门的时候 就闻到了一股 徐心宁身上的骚臭味 老爷 这次无论如何都不能忘了 来人 所以 这一次 是你自己的 你别碰他 哦 这么漂亮的美女 你怎么配得上她 我的手 万少爷 在这跟我装什么孙子 这么漂亮的美女 你要不要 万爷我可要了啊 不是万爷 我的手真的好疼啊 这是怎么了 这是炮枕 严重点的 是要人命的 错 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我可没对你做什么 是你先动手打我的 我刚刚警告过你 叫你别碰他 你们再敢碰我们一个也跑不掉 你们怎么都没事啊 我们 当然是提前吃了解药的 刚刚这件文件上 也被我们偷偷抹了东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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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必要把解药给我 药 别别 别别别别过来啊 你们现在赶快到万年空旷的地方吹吹风 也许就好了 吹吹风 也许就好了 吹吹风 对对 吹吹风吹风 来 现在只要你承认 你是恶意诬陷路市地产 我可以考虑把解肥 别个 我错了 我的手真的好疼吗 可能好好道个歉就好了吧 叶哥 真的错了 求你把解药给我 我看不到你的诚意呀 我真的错了 求你把解药给我 叶哥 求你把解药给我 吹吹风就好了 我洗一手就好了 我吹 吹 别说了 难道你要我承认叶景萱比他好吗 当时叶景萱家里没钱 你不也让我甩了他吗 那个叶景萱也不是什么善茶 但是他能拿捏住万销凡 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做人 那我该怎么办吗 想办法把人约出来 我亲自会会他 嗯 直接上去找他 爸 陆楚涵之前 吩咐法案不许我警察 我们在这儿 蹬他不就行了 我呢 腾舌帮帮助马华腾 应该是鬼门宗 其中一家分支 少主 既然 老主人把戒指给了你 就是有意 想把鬼门宗传承给你 你是时候召集救护 该清零下 那些生出异心的门户 可是 我并不知道 怎么召集救护啊 之前 鬼门宗发布命令 都是在一个叫 鬼门宗网站上 回去我把网站给你 到时候 你在上面找一找 行行 那就有劳碌伯父了 为少主服务 是陆家的本分 爸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爸 你怎么不让我出去 喊他过来呀 你不是要跟他说话吗 你知道你放弃了个什么样的人吗 不就是不窝楼费吗 以为得到陆家的势力就能上天了 我嫁的可是聊谁是首个万家 缺缺一个聊成是首 你还当他是宝啊 你知道鬼门宗的势力怎么大吗 不知道 是首个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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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 我们徐家也是鬼门宗 你可惜 要是一个一年之差 结散了七零宝 爸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鬼门宗的势力是大 超过你的想象 别说聊城市了 全国各地都有鬼门宗的分支 那叶锦轩岂不是要上天了 所以你知道吗 你放弃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叶锦轩怎么这么厉害 如果他真的继承了鬼门宗 你要是要大事吧 你的地位可以替美一些 西方国家的皇室故义 你现在有数了吧 爸 你说我现在后后还来得及吗 趁他现在没跟那个什么 路处还有实质性的关系 先走 爸 那 那个万萧凡我还要吊着吗 我怎么生下你 这么个没脑子的女儿 万萧凡那个没出息的东西 如果利用好了是吧 利用不好啊 没脑子的 好的 爸爸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你来得正好 来 看看 喜欢哪个 我送你 这 这 这都是各个皇室的珍藏戒指 哎呀 那些你先别管 你就告诉你喜欢的东西 这个红色的很好看 但这些不可能对外出售的吧 只要我说一句话 他们都得双手奉上 很晚了 还是别做梦了 赶紧洗洗睡吧 啊 好不好 啊 啊 男公子和平 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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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哈哈哈 哈哈哈哈玩的挺花呀 万小凡谢谢你啊 你他妈疯了 你说我要是把这段视频发布出去 你们万家的股票会不会跌停了 还给我出去 谢谢你 试试 上次你算件落实地产 还磕头认罪的视频 不就是被人发到了网上 最后把你们家股票搞破产了吗 现在好不容易回点血 你却这样搞 整个聊城市 都知道你是我的卫工 你却这样瞎搞 我真的好伤心啊 你说我干嘛你怎么办好呢 把手机转 你知道什么叫做云盘吗 你知道什么叫做云盘吗 我随时都可以把这个视频发布出去 我相信不管是谁收到这个视频 应该都是个惊喜吧 金姐 听我说 让我跟你解释 按照我说的做 否则 我绝对不会放过 你 bitte 这些事情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来 快点 小凡 小凡 我说出你了 听到我妈妈都不理 他别再为了叶锦仙了 我告诉你 我这次一定要弄死他 不要再维护她 不要 不可以的 小白 我从落到尾都听你的话 你让我甩掉叶锦弦 我甩了 你让我拒绝叶伯伯推彩礼的要求 我也拒绝了 可是叶伯伯因此而死 我心里扑意不去 我不想再帮你喊叶锦弦了 扑着 我告诉你 这次一定要弄死她 倒要弄死你 不计我能怎么做 我那么爱意挺身 我要保护她 不会再害她的混账 我不要我不要小白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这么做 我能这么做 滚 小白 小白 她伤得这么重 用不用送她去医院 叶锦萱 陆楚涵 我不 我不去 我不要去医院 我不要去 叶锦萱 我可以去你那儿休息一下吗 我相信 你应该不会谦逸的吧 叶锦萱 你怎么看 自己能走吗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谢谢你们收留我 谢谢你们收留我 她刚才在路边 跟晚孝凡说的那些话 你信吗 我也不信 她以前不是嗨自导自饮 一出强暴戏才害你坐牢的吗 救命 叶锦萱 叶锦萱 我转不起来了 你扶我一下呗 叶锦萱 你温柔一点吗 弄疼你这样吗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招啊 我能耍什么花招啊 今天我被万小凡 打成那个样子 你还不会相信我吗 你最好都解释清楚 我之前做的那些事 都是万小凡他逼我的 他不万家家大业的 想团免我们许家 是分分钟的事情 我是为了我的家 才被迫听他奔赴做事的 也就是说 当初甩掉了 陷害我入狱 伤害我的父母 小凡在监狱连岸杀我 都是他逼你的是吗 对 都是他逼我的 叶锦萱 其实一直以来 我的心 都是向着你的 叶锦萱 你是要吃苹果呢 还是臣子呀 随便 那听我的了 苹果吧 我知道你是个念旧的人 以前就爱吃苹果 寿主在家吗 在里面 在里面 老主 东西来了 哇 这么大颗红宝石 真好看 你喜欢红色 叶锦萱 这个 是送给我的吗 原来你一直都记得我最喜欢红色了 难道你忘了 我们的第一件情侣装 就是红色的 少主 这上面还专门刻了少夫人的名字 您可以看 叶锦萱 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你怎么还没走 是想看我 戴上这枚戒指吗 叶锦萱 你帮我戴上吧 以后让它撕心 你睁开你的眼睛 给我看清楚 这上面的英文缩写是什么 是 这人情 是谁啊 叶锦萱 是不是胡货了 这不是我名字的缩写啊 大老 是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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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孝主夫人 你们 这 你这是在向我告白吗 前些日子 我联系了鬼门宗的分支各部 他们现在一致的用力我为鬼门宗的少宗主了 我现在 以整个鬼门宗为聘 求娶你做我的妻子 你愿意吗 叶极萱 你们 叶极萱你个王八蛋 你这要耍我有意思吗 我从来没想过要耍你 反倒是你一次一次再耍我 你不会真以为你和那个什么万霄凡赛起演出戏就能瞒过我吧 你个混蛋 既然你那么爱演戏 那我就索性把你留下来 让你起眼看着我像韩韩告白 你让你死了这条心 你个线子线子 把他给我送到精神病院去 好好关上来 走 你放开我 你个混蛋 走 这里有份文件 让你签字 这是做什么 这是对鬼门宗少夫人的 爸 你可千万别这样 少主昨天在鬼门宗网站发布了少夫人的信物 让我们各大首领 见到这个戒指 我没想到 少主居然把戒指给了你 他不给我还能给谁啊 难道给那个徐欣宁 嗯 啊 不要心理想念 以后你就是少夫人了 连爸爸都要对你公公请进 爸爸 咱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好不好 不然我会不习惯的 少主既然如此看得起我们路下 我们就要鞠躬俊退 晚上有个地产就坐 你很累 你少主我们一起去 好 你少主 不是 你少 这是代表你身份的象征 为什么要藏起来 今晚 我只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 那天我的戏演得这么逼着 那小子居然没上当 你还好意思说 你打我的伤 现在还疼呢 万小凡 我只是让你装着样子 没让你真的啊 我怀疑你 是不是故意的 万少 好长时间不见了 最近有没有想我呀 哎 最近在哪里发财呢 你长没上眼睛啊敢撞我啊 王八蛋跟打我 快不说话 那你有病啊 再当我的女人啊 既然知道她是你的女人 你就给我看好了 别再像头疯狗一样到处乱咬乱叫 这几轩你骂谁是疯狗呢 骂你呢 不错啊 哎呀 今天有点热闹啊 哎 你父亲怎么没来 爸爸最近工作太忙了 所以就没有出来 干爹 这么久没见 怎么越来越年轻了呀 你这张小嘴啊 还是那么甜呢 你看爹 明天这是什么新造型 干爹啊 都是他们欺负了我 你要给我做主呀 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 这里 是我黄某的地盘 你们既然 惹我的干女儿 但我只能现在就请你们 马上离开这里 真的没有 杜初涵 我干爹让你滚 等等等等 难道您就是新建的鬼门宗少叔夫人 哎呀呀呀误会误会 这是我女儿的不是 你实在是太不讲话 你怎么能如此冒犯少夫人呢 你稍等 来人 是 把这个新宁 拉到后面暗室里去 不要啊 跟爹 我不要去暗室 跟爹 放了我 跟爹 快走快走 少叔夫人 实在抱歉 冒犯了冒犯了 您这么不嫌弃 咋吧 今天少主 有没有和你一起过来呀 啊 啊 他不方便解释 哦 这样我就明白了 那这样吧 您请随便 我一会儿去给您聚光走 老板 你要是谁啊 我是谁不重要 我过来呢 就有一个小小告诉老板 哦 我也是 为门宗的人 但是 我还认识少主 少主没来 但是刚才一直站在少主夫人旁边的那个人 一直缠着少夫人 竟有此事 那是我现在不方便出事 你那边有人 方便找个机会 要去提醒 别让他又 寄予了 知道了 对了 谢谢你的提醒 今天全免了 稍等 得 齐心宁夜景闲 表子配骨 天成 用你今晚的一块 天景神 你怎么也被关进来了 还被人打了 是把干爹做的吧 真是太大快人心了 別看了 這是我乾爹專門關人的地方 連手機信號都屏蔽掉了 他要是不放人 我們倆都出不去 騙幾學你有病吧 連水都不讓喝了 這水不能喝 這是礦泉水有什麼不能喝的 我看你 是要被害望想鎮吧 我告訴你 叶瑾萱 我就算是被毒死了 也不需要你負責 把你那瓶給我 我快吐死 太爽了 我差點就去喝自來水了 我乾天還不爛 還知道給我送水來 離我遠點啊 那我給你寄下 不要帶我去 你搜索 你想幹嘛 我提高你別亂來 啊 你不能跟我吧 你跟我吧 你今天 今天不要逼你了 爹 呃 你他妈冷静点 冷静一下 来人呢 带我去见你们老大 大哥 一群没用的废物 滚 想不到 你还有些本事 小子 其实我把自己干女儿送给你 那是抬举你 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不识趣 那就不要怪我 对付客气 来人 等一下 你为什么要对付我 什么 你不知道吗 那你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行 我先让你死明白 你竟敢 寄予我鬼门宗少主夫人 原来如此啊 我还以为又多了个叛徒呢 你 你是 少主 呃 白虎帮 门主 黄飞虎 不知少主亲礼 最该 万死 到底谁怂恿你对付 我真的不知道 他只不过是一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 哦 我记得 他刚才 就站在我干女儿旁边 我给你十分钟时间 就算把酒丁给我拆了 也要把他找出来 少主可放心 用不了十分钟 啊 万小凡 万小凡你要干嘛 万小凡 等一下你会很爽 我看你 谁还会来救你 啊 我来救你 啊 啊 你给我下来 啊 你 没事了 对吧 你个龟孙的 你个糊弄也有我啊 知不知道 虎爷在道上混的时候 你他妈的还是个磕蚪呢 少主 少主夫人 我来晚了 这个混蛋 要怎么处置 把他关到你的密室去 那儿有个人等着他呢 我明白了 我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带走 走啊 是 医生 你听我解释 没事了 没事了 我在呢 喂 喂 温修凡 温修凡 今晚幸好你及时赶到 我想想都后怕 以后必须让保镖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你的伤没事吧 没事 今晚还能运动 讨厌 温修凡 你这又是何医啊 马爷 这次 你一定要帮我 上一次栽到他手里 我心里边就很不爽 这次你又有什么搜主意 你个皮块放 马爷 陆家小姐 以前是个病秧子 所以呢 所以 上一次我绑架他的时候 我把他的药给顺走了 我找人研究过 心脏病 受不了刺激 那你的意思 就是在他的药上的文章 嗯 好主意 嗯 陆总 您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呀 看上去很疲惫的样子啊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该不会是叶总说差不赞 你想的想的吧 瞎说什么呢 啊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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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算醒了 幸亏送医院来得及时 医生说的话都吓死我了 老毛病了 以前叶总不在的时候 果必也是医院的常客了 陆总 叶总给开的药 咱别吃了 为什么 那个药医生拿去检测 发现里面有一些不好的成分 长期使用的话有负作用 而且 而且什么你快说呀 容易不孕 对不起 对不起 叶总 陆总现在不想见您 他现在怎么样 我要看看他 我自己就是医生 他的病情我需要了解 他身体还挺好 就是心情不太好 所以不想见您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敢讲 十万 我只要你一句真话 十万 天呐 叶总您别拿钱砸我呀 那我 我还是跟你说了吧 你怎么进来的 我呢 用了一下午的时间 花了五十万 从你秘书的嘴里套出了画 然后也抢了他的花 我暂时不想见他 请你出去 我是你未来的丈夫呀 你夫妻又那么狠地要治疗我 你有什么资格做我的丈夫 你甚至肯定 剥夺我做母亲的权利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先不谈这个事 伤身帖 那你就出去 那你就出去 我是想拿到药 我自认为我给你拿的药 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真的 所以最近你吃的药 一定有什么问题 我想看看 我吃的药 不都是你提供的吗 不是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或者出了什么差池 出去 好 我出去 你先别生气了 啊 对身体不好 哈哈哈 哈哈哈 您瞧瞧了吧 我们陆总虽然温柔可燃 那脾气可降了 这边说 他最近的药一定有问题 情绪暴躁和药没有关系 我再给你家十万 把药拿来给我 叶总 不是我不想挣这个钱 那个药啊 他就搁在陆总的枕头下边 他说明钱 我真拿不到 五十万 行 我死都愿意是 别激怒他 有数有数 我站在上厕所的时候 偷偷地去拿 这药果然不是我给海海治的 虽然看上去一模一样 但是成分完全不同 海海每日把药放在身上 会是谁动了手脚呢 叶先生 小姐不愿意见你 大妈 让我看她一眼 就一眼也行 一眼 也请你不要为难我 真的不行 也请你不要为难我 真的不行 喂 立刻找人给我查一下 陆家大妈最近的动向 我说了我不想看见她 秘书 送她出去 你必须听我解释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叶锦轩若有半句假话 我就不得好 别乱发誓 但是 这次事件 也未必不是一个机会 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 让那些有异性的分支 在其他分支面前暴露本性 然后把这些叛徒已过端了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把我扫地出门 这是被公司赶出来了 没什么价值 连人家陆大小姐 都不要你 我要你管 不过 你可以求我 我们万家 还缺一套看门狗 靠回戒指 装什么装 还给我 还给我 来 几位 坐 几位都坐坐 哟 你也配过来 我们徐家 曾经也是麒麟帮门主 曾经 马爷 你也听到了 一个落魄部 也敢来接集结令 马爷 你看他 马爷 看在我们曾经消失一场的份上 以后您在鬼门宗当家做主 我们徐家 为您安前马后 万少爷 从今往后他可是我的人 说话你得注意点 马爷要是喜欢 就送你 那我就不客气 老几位 今天大家都来齐了 接下来我说了 我腾蛇帮的马华腾 从今天起 便是鬼门宗的新宗一番 妈 你们还不赶快拜见新宗主 你们的戒指 今天要验明真伪 对 马爷 没事 让他们随便演 真 真的不能太真了 真当你们的狗眼好好瞧瞧 这就是鬼门宗 宗主的象征 现在 敢质疑 一会儿 有你们几个哭的时候 给我拿杯水来 泡它 行张的 你给我十项点 泡完 如果完好无损 我 给你磕三个响头 这可是你说的 这可是你说的 是 小戒指呢 你他娘的把老子的戒指给洗坏了 你知道吗 不许的 不许的 马爷 我刚刚只是那么轻轻的擦了一下 他自己就掉气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枚戒指确实是我从那小子脖子上摘起来的 看来你那枚戒指 是假的呀 你这个宗主 我们不承认 他的玩意儿 今天既然你们都来了 我这鬼门宗的宗主 你们认也得认 夫人也得认 我看是谁这么嚣张啊 叶景轩 拜见少主 这戒指 这戒指怎么好了 因为这本来就是真的呀 你竟然敢耍我 谁让你这么笨 我耍你乐此不疲呀 这 这怎么可能 刚刚明明已经掉气了呀 我在上面涂了一层草药汁 只要遇到盐水 便会生锈 你太量的跟老子玩文化是吧 啊 老子今天跟你玩拳头 来人 老爷 不认识 不认识这个机会 他们都干 我们可以重新 少猜着给我给你 离你走 就是 我们马爷拳头硬着呢 马爷 把其他人拿下 叶景轩留给我们 你这两个在教老子做事吗 没 没 没 都还愣着干嘛 还不给我动手 别动 别动 看这样子 这谁打趴去谁 这不很明显吗 啊 脑白了不 不演这么一出 怎么让你们的狐狸尾巴露出来 今天 就将你们腾蛇帮一网打尽 姓马的老汤 该结束了 不陪你玩了 叶景轩 我求求你 你念在我们过去的几分上 是要过我这一次吧 徐将愿意为你干脑徒弟 把你脏手给我拿开 这腾蛇帮门主 马化腾如何处置啊 把他随便安个罪名 关到监狱里去 完了 我不会给你玩了 我说万大少爷 你要去哪啊 我家可是聊成守护 我告诉你 你们要是动我 吃不了兜着走 是吗 早就听说 万家大少爷年少轻狂 纵欲过度啊 这身体啊 早些年就不行了 这个是我的独家秘方 免费帮你治治 不用谢我 走 走 走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放小白 你放开我 是你被我做了什么 我今天一定要让你还回来 我还想把你个亲手 爸爸 宁儿 我做了一桌子好菜 来 快请少主进屋 菜起来啊 爸 爸妈呢 已经让我打发回乡下了 虽然说她的孩子 因为受了威胁 才做了这事 但咱们家 不能再留她了 那个 伯父 现在一切都 化险为夷 一尘埃落定了 我想 正式迎娶韩 做我妻子 您看 好好吃个饭 你提这茬干嘛 我女儿害羞了 那你都已经接受我们少夫人的戒指了 那就是我们鬼门宗认定的女主人 那你不嫁给我 你要跑哪儿去啊 我没想跑 我知道你们鬼门宗家大业大 我也跑不掉 少主 我同意这门婚事 岳父大人 我敬你一口 你这臭小子 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 我们的公司 都被人搞了 子公司 一个接一个的倒闭 连总公司 都快撑不下去 你给我跪下 你给我跪下 叶景轩的小子 就是个混蛋 他在背后里 联系陆家 我们干脆直接把陆家 给收购了不就行了吗 收购 我们现在还有钱吗 我们现在 要快 喝季北风了 我们家不是 疗城守护吗 你把钱给我 我去弄死 你死了之后 所有钱也都是我的 你这个逆子啊 逆子啊 爸 爸 医生 医生 去去去 我爸怎么了 老爷怒急攻心 以后不能再受刺激了 还有少爷 您上一次身体检查报告出来了 状态不太好 这什么意思 你以后恐怕不能人事 滚 万家 要断子绝孙了 爸 爸 保险贵密码多少 这家婚纱店很贵的 没事 做我的女人不能让你受委屈啊 看看 喜欢哪个 再买 哎 这个好看 不买不能随便摸的 那就买 还没事呢 也不知道好不好 可别浪费钱 我再看看别的吧 是 买不起就不要碰 碰坏了赔不起 赔不起 那就直接买 黑卡 您稍等 这卡刷不了 是不是你们pose机有问题啊 穷鬼怎么有脸质疑我们店 把你们老板给我叫过来 我们老板在楼上 借贷VIP不可拿 我给他两分钟 让他立马过来 你等着捣回吧 算了 大不了换一家吧 别担心 这家店呢 就在我们鬼门宗 其中一家分支的手里 这哪个穷鬼 在我店里闹事 他妈的哪个活腻歪了 我 少 少主 少主夫人 尹布寇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来看看婚纱 但是你们家这家店的服务员 好像态度不是很友好啊 老板 这不能怪我呀 是这位先生的黑卡刷不出来 那我可以直接现金 少主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们店里的东西 你只要看上了 就是我们店的荣幸 怎么还能让少主花钱呢 没用的东西 收拾东西滚蛋 少主 少主夫人 这店都是您的 这店里的东西 您随便看 随便挑 有什么喜欢的 您就说 那就这件 好嘞 我这就招呼人 给少主夫人试赏 来人 终于被我逮到机会了 干爹 等我做了鬼门宗少夫人 以后您啊 就是鬼门宗少主的干爹了 等我做了鬼门宗少夫人 以后您啊 就是鬼门宗少主的干爹了 上次 是干爹太大意 没想到 堂堂鬼门宗少主 不姓鬼 而姓业 他明明有自己的父母 根本就不是鬼家的后人 别问我呀 当时你看到那个戒指 就直接认主了 你是了解干爹的 我跟青龙帮的那个张化龙 不一样 一直以来 我对鬼家中心不二 所以自然只认鬼家之人哪 可是 姓业的那个小子 区区一个外星之人 有什么资格 能掌管 鬼门宗少主的位子 想想我就生气 现在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既然干爹 已经答应你出手 我首先 就要帮你 去到他的身边 你要答应干爹 带我 仔仔细细地查清楚姓业的这小子 干爹要知道 他的这个身份 究竟是怎么来的 好的干爹 我一定会帮你 把他的来历查清楚的 我不管 就是搜遍全城 你要把小姐给我找到 你去废话 小主 小主 小主夫人回来了 啊 爸爸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你没事吧 老爸爸 谁帮了你 你嗓子怎么了 你相信我 你的嫂子我一定能给你治好 你相信我 快快 附近去休息 我 天 傻子 哪找到少夫人的 就在婚纱店附近 当时只有少夫人一个人在那 像是自己逃出来的 身上还有伤 所以我们就赶紧把人给送回来了 知道了 下去吧 这不是今天才受的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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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主老爷请你下楼谈谈 郁锦萱我看你这一次怎么掏出我的手掌心 郁锦萱你看我这样可以吗 好 很好 非常好 这 可是我白虎帮传承了几百年的一路数 只要我碰水 就绝不会有人察觉的到 我知道了 郁锦萱 我保证完成任务 把叶锦萱拿下 韩寒今天被绑一时 我真的是越想越后怕 肯定是分之内有人不服这个少主夫人 少主 我是这样想的 既然你已经认定我家韩寒 不如你们尽早完婚 也让分之内的人认可我家韩寒做这个少夫人 少主 您意想如何 哦 不急 伯父 结婚的事情不着急 少主 您这是何意啊 你不是和韩寒 已经选了婚纱了吗 今天太晚了 我先回围书 那韩寒他 先让他好好休息 然后过几天再回家吧 少主 这少主 怎么对韩寒的态度 冷淡了呢 叶锦萱 你昨天怎么把我一个人任我办那了 上周刚换的指纹锁 你打不开吗 我忘了 哎呀我好累啊 我们快点进去吧 叶锦萱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成为你的妻子了 不着急 医生只能办一次的婚礼 不能太仓促 可我想快点成为你的妻子吗 我想快点嫁给你 等你心情稳定一些 等我把你嗓子治好 那我的嗓子如果永远治不好呢 你心急地要吃了吗 我 我要不知道放哪去了 傻丫头 你也太粗心了 记得 一日两次 我看着你吃 一日两次 我看着你吃 那 算了 没病之几例应该也没事 我看着你吃 叶总好 干得不错 多谢叶总花奖 你看他像什么 他好像一条狗啊 那你就逗逗这条狗 来 去捡吧 看门狗 好嘞 今天晚上有个应酬 你自己回家可以吗 可是我一个人害怕 好嘞 送他回去 走了 妈个蛋 走吧 看门狗 你可以滚了 我 臭一块 你拿我当人吗 温小凡 温小凡 你想干嘛 温小凡 你敢打我 把他捡回来 你找死啊 温小凡 其实我是 不行 我不能让他知道 不知道一定会告诉一锦轩的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去把他捡回来 打死 你打死我也不会捡回来的 叶锦轩马上就回来 等他回来 有你好受的 叶锦轩 叶锦轩 你快救救我 温小凡 温小凡他想打死我 喂 叶锦轩 你怎么会这么快就回来了 温小凡你好大的胆子 你敢动我的人 看门狗你是不想当了是吧 不是 我愿意当你的看门狗 你听我解释 是他 是他自己摔倒的 机会我给过你了 是你自己不珍惜 来人 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 把他腿给我打断 不要不要不要 饶了我 饶了我 你当年你上门打我爸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 把他拖下去 别再回来 吓到你了 叶锦轩 叶锦轩你不要再丢下我一个人了 我害怕 好 我答应你 下周就结婚 真的吗 叶锦轩 我爱死你了 跟爹 扯了 下周结婚 很好 跟爹 可以把那个陆楚还弄死 他活着 我睡不着 好 我现在在外地 等我回去参加完你们的婚礼 就去处理 跟爹 到时候 整个鬼门宗都是咱们的了 先不说了 叶锦轩来了 今天又没吃药 叶锦轩 叶锦轩 我们都好久没一起亲人了 你今天就跟我一起睡吧 等你病好了 我们再通床 很快你就知道 活的身体要比那个破烂活 好太多了 你病好了 我们再通床 宝贝女儿 不用担心 一切尽在掌握 爸爸 我相信叶景萱 少主 恭喜少主 来 里面请 可以 少主 手下得到情报 恒蛇帮帮主马华城月月了 她极有可能破坏婚礼 加强部署 让她有命来没命走 是 有一双一 陆楚涵这张脸 真的美得让人记得 只要能留在叶景萱身边 让我一辈子 戴着这张人品面具 我也愿意 准备好了吗 嗯 都别动 都别动 叶景萱 还把鬼分钟的权力交出来 所以就让你的新娘血剑当场 叶景萱 救我 老华藤 越狱可是要最佳一等的 你就不怕老底坐穿呢 我藤山帮现在一无所有 你要是再拼一拼 我就对不起我自己 快把剑事交出来 不可能 叶景萱 你说什么 那是我听错了吗 这不是你亲定的鬼门宗少夫人吗 他对我 不是很重要 叶景萱你混蛋 闭嘴 叶景萱你混蛋 这么没用 不如我就杀了他 先出口恶情 压下去 走 叶景萱 真没有想到 为了自己的痊愈 居然 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的死活都不无了 你就是个卑鄙小人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我可是鬼门宗的少夫人 你未来的妻子呀 叶景萱 妻子 你也配 上一代 是谁 我 天哪 这不是陆家小姐啊这 这居然有假冒的 这不是你 不是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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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实不是真正的陆楚涵 但我今天是要嫁给叶锦萱的人 是鬼门宗的少夫人 鬼门宗少主夫人在此 这才是真正的陆家小姐 不愧是鬼门宗少夫人 陆楚涵 干爹 陆楚涵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为什么不弄死他 现在 你有什么资格指揍我 闭上你那张嘴 不错 你现在戴着鬼门宗宗主的戒指 不过我们很有兴趣知道 你的这枚戒指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需要告诉你 你最好马上当着鬼门宗各位元老的面 解释清楚 要不然想让我等臣服 你们有这个资格而说他有呢 老宗主 拜见老宗主 爷爷 爷爷 你怎么来了 我再不来 你的婚礼就要被这帮蠢货搞砸了 老宗主 您真的想清楚了吗 真的 要交我鬼门宗 交给这个外姓之人吗 这个姓 算什么 只要他的身上 流淌着鬼家的血脉 他就是鬼门宗 名正言顺的 几成人 什么 他的身上 有鬼家血脉 爷爷 我怎么不知道 当年你娘带你逃离鬼家的时候 你还小呢 难道你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当年我们鬼家遭逢大难 我的儿媳 带着我可怜的小孙子逃出去的时候 被贼人所害 是夜姓父母 将他抚养长大 也就是说 你真的是我爷爷 算不效 给爷爷磕头了 快起来 那时在外面的一切动向 我都了如指掌 你是跟踪苗红的好孩子 你有权继承鬼门宗 你有本事 把鬼门宗发扬光大 我错了呀 都怪我 都怪我 有眼无珠 宗主 少主 我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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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少主 责罚我 起来吧 我给你个机会 学习您呢 贱人 老五 都跑了 少主 稍等 老五 我们快去把他抓回来 好 快 走 快 爷爷 那您既然这么厉害 为什么在监狱里待着 傻孩子 那座 那座 孤岛监狱 本就是鬼门宗的一个据点 也算是天意 让我们爷孙俩在那厨逢 给了我三年时间 才陪你呀 来 快 拜见爷爷 孙媳妇拜见爷爷 好孩子 都是我的好孩子呀 爸 你在哪儿 你快来救救我 干爹派人要追杀我 他们要弄死我 你在哪儿 我马上过去 好 好 你到底怎么了 我好疼 我感觉我身体有一百个虫子在咬我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救救我 现在整个鬼门宗都在找你 我也不能把你送到医院去 那你要看着我活活疼死吗 好好想想 是不是吃了什么货干净的东西了 我都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怎么可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是叶锦萱跟我吃的药有问题 蠢货 他给的药你也敢吃啊 大时候我是陆鼠寒了 那个冰样子天天都得吃心底药 所以叶锦萱憋着我吃药 我就吃了 叶锦萱明明早就知道 我不是陆鼠寒还让我吃 他给我的不是药 是毒药吧 爸 我求求你 救救我 我不想死 你去求求叶锦萱 让他把起药给我吧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少丑 救救我女儿吧 求你 你徐家早就判处了我鬼门宗 我早就不是你的少丑了 就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一次机会吧 滚 你 你真的要那么绝情吗 徐欣宁害得我家破人王 我还给他的已经算轻的了 好啊 我认别怪我不义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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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点学术 本来 许了吊中医退拿的本事 是想着养生的 没想到全用到了对付你们这些小人身上 点学乃是鬼门秘书 徐家祖宗就是因为偷学了点学术 所以呗 给出处了 鬼门宗 但是我们再怎么努力都没学成 此处需要天赋极品 鬼家血脉 你不愧是鬼家血脉 哈哈哈哈 我以为你只是一个守人保护的闹中 我能废 是我输了 是我学家输了 少主 怎么处置这个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这辈子给我养父养母扫墨 是 走吧 邹淑涵 你这是拿着行李箱要去哪啊 又吵架了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 他肯定会甩了你的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说不得问你啊 陆初涵 凭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你就得到叶极仙的爱 而我 而我就要遭到他的打压 凭什么 因为我是真心爱他 凭轩 凭轩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把几药给我吧 我真的快生不了了 我快生不了了 没有几药 你这样 还不是让我去死 我不会杀了你 我也不会杀了万霄凡 我会让你们好好地活着 好好看着我如何幸福地活着 少主 哎呀少主久等久等 是我到晚了 放心 我这就找人 把这个女人给带走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上 别让他死 我后悔了 叶极仙 带走带走 叶极仙 少主 还有那个万霄凡 我也找人盯着他 你放心 在死后的余生 我保证他们 一直活生 活在 保证他们 一直活在 暴恼和痛苦之中 好了 现在我和我老婆 要去环游世界 度蜜月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 别来烦 好 少主 差点我就忘了一件事情 要和一半给你二位 当才 少夫人的体检结果 已经出来了 她已经怀孕 两个月了 恭喜少主 少夫人 我自己就是 我老婆怀没怀孕 我会不知道吗 是我多虑了 是我多虑了 请 哎 少主 还是得悠着点 我老婆 过了 老婆 就会 我老婆 在这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